大家好 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这周我在家休假 是我们圣诞节的假 我们有一周假 所以从上周五一直到下周一都可以休假 特别开心 这次因为家里有一些亲戚过来 到我们这里面来求学 所以我就没有安排外出的活动 一般每年的假期 或者是去比较远的地方 像是欧洲或者是去比较热的地方 像是去年去了加州去玩 今年就是在家里面和大家互相多多了解 多多沟通是一个bonding time 所以趁这个机会 我也做了一些我以前想做 但是没有时间做 或者是都已经把那个东西买来 但就没有时间去读说明书去做的事情 比如我一直想学会洗这种 我的丝绸的衣服 或者是羊绒衫 这些特别质量比较好 然后穿上去也特别书 舒服设计的也非常好 我是很想把它们洗干净 这样就不会需要不要了淘汰 然后再去买新的 这样挺浪费的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 global warming 就是地球温度越来越高 比如像今年特别明显 每年我们这里都是snow covered christmas 就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都是地上有雪 今年就一点都没有雪 外面天气还像是晚秋那样的 所以这个原因就是我就不会老是把衣服turn over 特别快买了穿几下 然后就不穿了去捐献了 而是希望把这衣服整理整理 然后再洗洗干净继续穿 这个我是听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在amazon就可以买照 它叫做moly's suds delegate wash 就是专门洗这种非常细致的衣服 比如丝绸或者是羊绒衫 非常简单的意思就是泡在冷水里面 然后把这个挤上去之后 就轻轻的这样揉它 然后让它这个汁液进入到这里面去 比如我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洗的特别干净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黄 没有洗的特别干净 我洗完了之后体验整体还是不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看它底鞋这个地方就是巴巴的 我觉得穿上不会像一开始新的那样那么平整 这我不知道是谁会有经验帮我研究一下 如果有时间我在小红书上查一下 其他之外我觉得都挺好的 也不是那种祈求的感觉还挺新的 再有一个就比较麻烦一些 它洗完了之后是一定不能马上就挂起来了 因为水太多的话是应该是放平了 在那让它水一点点的拎掉 然后等到比较清的时候再挂在架子上再晾起来 我这个后面也有一些祈求的问题 所以不是完全如新了 这个我去年应该是前年买的吧 穿的都还是挺狠的 但我还挺高兴的 这样就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 我有另外一个衣服 今天也会洗一下 这个不光是把现有的东西又再利用 而且就真正提醒我不要再买东西 我甚至现在都在想 我会越来越少的买这种羊绒衫 羊绒衫对我来说实际上是随便穿的 我一般上班是不穿羊绒衫的 因为它羊绒很软 我其实里面就穿一个entershirt 就直接穿这个很舒服休闲的 但是现在我就开始休闲的衣服都穿十足鸟的了 又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 这个衣服出了汗 那不是还是很麻烦吗 慢慢这样开始多关注一下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自己身边的事情会让自己更加智慧 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也能更理智 有的东西不适合我 或者是不适合现在的我 那我就不去选择 我非常非常开心 回头洗完另外一件衣服 也跟大家演示一下 也设了一下洗我的爱马仕的四巾 那个小的应该是四属的 四属 四属的四巾 那个四属的四巾呢 洗完有一个问题 应该是需要烫一下 不然的话它会有一点点 那个边上不是那么齐 不是那种整整齐齐的 这一点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但至少洗了之后 因为化妆的时候 带在脖子上会把它弄脏了 自己知道它脏 还在就不大会去想去带 这样洗干净之后 至少心里带起来就踏实很多 好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生活上的小技巧 请一定跟我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